其實 其實還有一個 哇 它這個東西真的好多啊 我很緊張 我害怕 我沒有搞過 記得嗎? 關注嗎? 謝謝 他們這個外賣沒辦法當天送到欸 不是 你當天都送不到你還叫什麼外賣喔 也就是說 我今天拍不了了 也就是說我這個妝白化了 我跟你們說 這個外賣要提前一天訂喔 本來是想點兩份 一份一千塊的 一份五百塊的 做一個對比 結果他跟我說 必須要十五份請送 你說現在這個時候 誰會聚眾吃便當啊 網友姊妹們 你們真的好劉皮 按你們的那個方法 給他換了一個不會那麼油的貓樑 那個類痕沒那麼重了耶 姊妹們 劉皮 劉皮 謝謝姊姊們 我愛你嗎 但是我更愛我媽媽 這一類的外賣一般都是在一些比較特定的場合 像什麼葬禮啦 法會這種比較重要的時候才會用的 所以他們才會有一個什麼十五份起送這種規定啊 所以價格也會比較貴一點 今天我點的這個是亞馬陀套餐 一萬五千六百六十塊日圓 差不多是一千塊這樣子 貴是貴了一點啦 但是 只要你們愛看 不管多貴 我都幹幹幹幹幹幹 嗨 講真他剛剛進來的時候我嚇到耶 這麼大一坨 我本來以為他會給我一個盒飯之類的 沒想到直接給我拉了一車過來 雖然花了一千塊 但是這個架式好像還可以 來 其實 其實還有一個 這這這怎麼辦 先這樣 哇 他這個東西真的好多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我們一個個打開來看喔 這個碟子是放醬油的 哇 他還用這個膠布給他捏起來了 以防有一些碰撒嘛 這個的話呢是他加熱的東西 剛剛老闆跟我說一般是不會用到啦 就是一個備用的 以防萬一 這個現在才是非常燙的 應該是茶碗蒸 目測 欸 果然是 他這邊一大坨都是為了保溫耶 這個不錯 他中間還放了一個紙喔 防止他們之間有一個碰撞 這邊是壽司 這個呢 這個好像是河豚耶 這個盒子裡面的話呢 就是壽洗燒 本身已經是一個可以加熱的容器了 全部擺出來是這個效果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細緻耶 一般你去店裡面 也會有這樣一個東西在 店裡給它吃掉 然後等15分鐘就好了 欸 這個構造 是不是跟國內那個自熱火鍋有點像喔 他這個好像要用力吧 已經是極限了吧 哦 再加熱再加熱我聽到聲音了 看到嗎 他現在在冒氣了耶 計時15分鐘 趕快 哇 這個看起來真的很高級耶 蓋子上面有水珠 說明剛剛應該還是有加熱到的吧 但真的熱了嗎 這個菜真的有點太多了 我第一次吃這麼分審的外賣耶 有點緊張 今天這一套我感覺還是很正規的 就是這個壽洗燒 就才這麼一碗耶 這個肉大概有 兩片 好 我開動了 先吃個冬菜吧 看上去是秋葵豆腐和蝦 來 嚐一下 果然是秋葵豆腐和蝦 還蠻好吃的耶 它這個是豆腐做底 芡汁要在上面 這還蠻有味道的 還可以 我的食欲好像打開了 這道呢也是兩菜 裡面有鴨肉 牛肉 加有一些生洋蔥 裡面有一些日式的柚子胡椒來做調味 嗯 這個鴨子看起來好像被什麼味道 有點鹹 我還以為是一隻寡蛋的鴨子 沒想到它這麼鹹 我喜歡 太鹹了 下一盤吃這個吧 哇嗚 有跟我一樣喜歡吃海膽的人嗎 舉手舉手 這個好好吃哦 它下面是湯葉 就是有點像那個豆腐皮上面的那個 豆腐渣渣的感覺 配上頂上這個海膽 超級鮮甜 我跟你們說 為了拍這期視頻 我還點了一份500塊錢的 結果你們知道嗎 這份500塊錢的只有 這麼一點點 我本來覺得這個1000塊錢 是不是有一點坑 但是我看到這份 我覺得這1000塊錢 簡直太值了 500塊 500塊哦 萬一它很好吃呢 我先來嚐一口 它這個是和牛牛排 配這個大蒜炒飯 你不要太讓我失望哦 可以耶 這個飯很好吃耶 我再嚐一下這個牛肉值不值500 還可以 還可以 但是不值500 只300 有點那個店裡的感覺 而且烤得非常好耶 哇很香 它這個日式間 它做成了一個櫻花的形狀耶 我這年都沒有出去想過花 櫻花落了我都不知道 好好吃哦 吃起來跟蛋糕一樣的 鬆軟耶 喝一點高級西物 好清爽 我覺得吃日式料理 吃不出來什麼激情 就是只覺得 唉 就吃的人慶心寡欲 來吃壽司吧 可以 很新鮮 而且壽司米飯也不錯 及格及格 螃蟹腿 好甜哦 京腔魚腹 它的口感會比較肥美一點 好甜 我剛來日本的時候 特別喜歡吃這個 但是現在我覺得 有一點肥了 接下來我們吃茶碗蒸吧 是河豚刺生 我可以說一下我的真實感受嗎 和食料理它雖然 就是很精緻 然後很有儀式感 你覺得他們也很用心 但是 我不應該說什麼 是我自己選的 我要吃完 我真的很想吃調味料 一塊肉 壽喜燒 講真的看到這個壽喜燒 我是很不滿的 我知道你們一定很喜歡看這個畫面 來 讓我們戳破它 爽耶 好吃的 大片牛肉 沾上蛋黃 爽 但是就只有兩片 這1000塊人民幣的懷食料理外賣 究竟值不值這個價錢呢 相信在座的各位 心中已早有答案 值得請扣1 不值請扣0 丟丟丟丟丟丟丟 啊 你吃不到 哈哈 很爽 敢不一樣於吃別人給你包好的花子 雖然價格差的有點遠 我特別想做一個吃播 就是怕沒有流量你知道嗎 真的要不是要做視頻想選題 我才不想吃懷食料理 我想吃炸雞腿 聽到了吧 關注了吧 謝謝 Lis-san 養得了嗎